这几个宅男也是暖男 用高潮功力带走我的伞 没什么口才又不懂浪漫 但好脾气才受得了我的奇怪 我们是高中同学 相遇在一个神秘组织 原本根本不会认识 早忘了怎么开始 慢慢的熟悉彼此 接下一段爱与友情的故事 从看对方不顺眼互相对峙 到此刻此时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有什么你想坚持 深吐槽个一百次 最后全世界我最痴迟 身为真的嫁不了的女人 不知道在他们心中 我算什么 但希望他们永远找不到女朋友 我才能一直来着复杂 这几个宅男也是暖男 用高潮功力带走我的伞 没什么口才 又不懂浪漫 但好脾气才受得了我的奇怪 这几个宅男 都是笨蛋 虽然很傻 其实也很可爱 有梦一起做 又不 又难不孤单 当一起遇上对的人 永远划不完 好几次觉得被全世界抛弃 无人可倾诉 是他们的我的保姆 曾为我煮饭茶厨 陪我吃散心跑步 意想不到的对我特别照顾 从来没嫌我脚踪神经过头 爱落里把锁事中都陪在我左右 像家人一般骂我 像家人一般疼我 像家人一般的好朋友 我不是因为感恩 所以感恩 是患难见过真情的 悠悠居然 朋友是一种特别离不清的缘 分这么多年 还是这几个 这几个宅男 也是暖男 用高烧功力带走我的伞 没什么口才 又不懂浪漫 但好脾气才受得了我的伞 真是奇怪 这几个宅男 都是笨蛋 虽然很傻 其实也很可爱 有梦一起做 又不 又难不孤单 当一起遇上对的人 永远划不完 当一个宅男 其实很难 说两只就要都 我少开怀 不需要口才 不需要浪漫 因为是你 才受得了我到现在 这几个宅男 都是笨蛋 虽然很傻 其实也很可爱 有梦一起做 有梦一起做 又难不孤单 当一起遇上对的人 永远光不完 都不需要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